2019年2月2日,贵阳市民陈先生驾驶奔驰车TLA200行驶到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都会大街风雨桥路断时,车辆突发自然。 4月15日,记者对车主陈先生进行了电话采访,陈先生告诉记者,事件发生后,他立即与贵阳奔驰4S店取得联系,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深感维权的艰难。 3个人过来,鉴定啊,鉴定,然后到现在也没给我鉴定报告,他们派的是那个销售部的,我看他们公爬,当时他说如果是质量问题,就不给我出这个鉴定报告,然后他说要等一到两个月,然后我说为什么等那么久,他说要送到德国去鉴定,我说这个是北京奔驰生产的,怎么要送到德国,他说发生火案啊,人命啊,都要送到德国,然后后来我自己咨询那个德国总部,德国总部说这个事情就奔驰中国自己资格,他们不处得, 按照奔驰德国提供的联系方式,程先生已致电奔驰中国公司,程先生告诉记者,对方回复向上级汇报后至此两个月的时间,事件仍然没有进展。 面对这样的情况,程先生表示,他已进行了起诉,目前等待开庭,安排第三方进行鉴定。 而在这个事件中,除了维权之外,程先生还向记者反映,当时购买车辆自己全款付了27万左右的裸车价格, 但是最近整理发票时,却发现发票上显示的金额少了1万元。 我现在才发现我的那个购买车合同上面,这金额比他们开给我的发票少了1万块钱, 就裸车价27万多,我付了27万多,但他给我的发票就26万多。 我车就这么,就这一张发票,购买车发票没了,然后就是购买车发票了, 还有就是那个照相险的那些保险的发票了,没了。 因为我打官司,这些资料都得整理好,交到法院,所以整理得特别清楚,就只有这么一张购买车发票。 针对陈先生的这一疑惑,记者致电相关律师,律师表示, 消费者在进行支付的时候,应明确款向支付所包含的项目,以及资金的入户方, 如果出现乱收费或者发票金额开具不正确,消费者可要求退还,或是向相关部门投诉。 消费者付了27万呢,我们要确定一下他付的钱,是付的哪一些费用, 还有这些费用是不是直接支付到经销商的账户上的, 那么据此来分析,经销商这当中是不是有错收费或者是乱收费的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确定这个经销商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有错收费,乱收费的情况了,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退还,如果是经销商确实是应该收这么多钱, 但是他的发票金额开少了,那么我们可以要求他补开, 如果他不补开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税务主管部门来投诉他有这个偷税漏税的嫌疑。 连日来,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的事件爆出,让不少网友感叹车主维权的艰难, 针对这样的现象,律师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 它只是一个个例,不可能所有的车辆故障的问题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个很好的处理,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没有更好的方式的话,我们建议还是按照销售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 你比如说向网店起诉,或者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感谢观看